长辈大口吃饭 牡蛎咬着嘴中的食物 阴法族的健康 深受咀嚼吞咽能力的影响 吃进肚子前 得先仔细的评估 一不小心摄取太硬的食物 恐怕会面临呛咳 食物阻塞和死亡的风险 影响到他食物的进食量 那食物进食量久了之后 他会越吃越少 那越吃越少 你就会发现他体重是越来越减轻 为了让长辈们吃得更健康 国舰署正拟定台湾饮食质地 制备指引草案 预计依照食物的质地做分类 一到七级 第七级属于容易咬 像是大黑豆干 水蒸花生 到第六级再软一些 例如板豆腐 牛奶花生 到了第四级 就是不需要咬的细尼食 第一级则是低浓稠的流动食物 有近两层的老人 那在这个每周进食 大概有三次 可能会有呛咳的一个问题 财案最快明年上路 到时候长辈们可以依照分类 选对食物 摄取足够营养 吃得更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